嗨,大家好,我今天准备搞个视频 因为总结一下,我不是刚刚从Freshinal回来吗 原来这几天前呢,我还不说那个Freshinal Freshinal是加州中部离这个洛杉矶呢,大概是 离洛杉矶大概四个小时车程吧 他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中间 然后呢,我到我的一个观众家住了大概十多天左右 十多天左右,我们也去了好多地方 基本上加州几个有名的Sacomodo 旧金山,硅谷 什么湾区啊,那边基本上也转了 Sacomodo,就是属于叫首府,我也转了 都转了,转了一下 感觉吧,这十几天 在Freshinal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是 像洛杉矶也属于叫许多个小镇拼凑起来的城市吗 可以这么形容 也是那种平房 一个个镇,一个个城 拼凑起来 可能这边是,有的地方是华人区,有的地方是小孟买,有的地方是Ktown 就叫首尔吧 还有叫巴西斯带 什么区都有 一个区的人呢,在一块住 就是一个诺杉矶就是这样 而那Freshinal是比洛杉矶小了很多的,是大概 那个小城市 城市建筑呢,跟洛杉矶也差不多,都是那种 hose,独立hose嘛,hose,hose 市中心呢,有流浪汉 洛杉矶市中心也有流浪汉 所以吧,我一纳闷,哎 美国的大城市说人不往那市中心跑,真不往 市中心是流浪汉呆的地方 我跟那个,就有许多人吧,一说这个都不相信 市中心好多流浪汉 而且吧,人们呢,美国这边好多人啊 住,住的地方啊 他是远离市中心 他住郊区 他每个地方都,只有 洛杉矶只有市中心有高楼 别的地方都是平摊的 在Freshinal那边呢 高楼都没有 整个城都是平摊的 都是那种独立的hose hose,一个个小区,一个个房子 排,排的非常整齐 在Freshinal呢,我也度过了我的 非常美好的十几天吧 非常美好 十分感谢那位观众把我给 叫,带我转了转许多地方 太感谢他们了 也让我体验了一把 纯正的美国小城市的生活 太安静了 那小城市啊 太安静了 那空气太好了 人呢太少了 除了出去转一转 能遇到几个人 要不然在那 没人 遇不到人 他不像他不像中国 说有地铁那边没有地铁 那边一出门就是买个菜都要开车 当然开车很方便啊 对,还有想,我想起来了 就在美国没有汽车 就跟没有 可能在纽约比较好一点 东部比较好一点 但是在加州啊 旧金山我也去了 Sacomoto Freshinal Los Angeles 没有汽车就跟没有腿一样 必须要有汽车 它的整个城市的构造 跟中国的城市构造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的城市构造是叫什么呢 就叫 东京化 我不是说过吗 东京化 就是地铁 城铁 高铁 公交 全部把它 跟蜘蛛网一样 把它把它连起来 它公共交通比较发辣吗 北京上海 苏州都是这样 美国这呢 美国的公共交通哪里有啊 不是说没有是 像洛杉矶这 一小时一班 一小时一班 一班公交 地铁好像也没有 我是不知道有地铁没见过 没有没什么地铁 那公交车一小时一班 而且公交车有的时候 是5点钟就没了 下午5点就没了 这边呢 有了许多的 超市八九点钟就关门 也没什么夜生活 就是你 你想高点夜生活都没有 你这个家伙 你说像国内那种说 方便就什么比较那个叫 繁华的夜生活 国内那种啊 什么 你看到上海 每个地铁站都有一个综合体 楼也高 那里面许多娱乐的 许多事情 可以离威啊 什么茶 喝茶的地方啊 那里巴刀的 反正什么都有 可是在这边呢 没有 洛杉矶海赚好了 洛杉矶是个美国第二大城市 我到那里巴刀的 那巴刀的 那巴刀的 那巴刀的就是个小镇 就是个小城市 啥娱乐都没有 那可能我们没有发现 但是那边的话 都比较便利啊 我是说 比如说Costco Walmart 麦当劳肯德基 Yin and Art 什么各种汉堡店 都跟洛杉矶有的 那边都有 那边什么 煤西百货 Freshinal也有嘛 而且Freshinal 它交通非常好 不堵车 这墨山基的 这地方堵车堵的吧 我今天我还发了一个 什么微博还啥呢 还推特 那堵成啥样呢 那高速公路的 市中心那边 就跟停车场的都红了 所以所以正不要去了 那下班高峰期 小城市的话就不堵了 小城市不堵 美国的小城市 它生活很简单的 美国的生活是 至少给我的感觉很简单 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也很纯粹 因为为什么纯粹啊 它基本上就没啥关系 它距离比较远 一出去就 人就人就坐在汽车里面 一出门买个菜就是汽车 所以你跟别的汽车你也不交流 你到那边买菜吧 什么沃尔玛 Costco 各买各的 买完就走 买完就走嘛 一回来又是开车 在家里面 而且那个家呢 都是独栋 Horse 都是Horse Horse 你在家里面 你不可能跟另外一个家说 串串门啊 像中国那种说串串门啊 啥啦 没有这个 所以这人 生活就这样过了 一天就这么过了 所以稍微能有点 能认识一点新人的 新鲜的人的 陌生人的就教会 能遇到一点 逛超市的时候 估计 人不知不了几个人 也就在 教会能 或者说工作 你干了什么工作 遇到了同事 你能遇到 可是在这边吧 我我听我的那些 朋友啊 不能说朋友吧 是在这边 我遇到那些房东啊 什么 他说嘛 就纯粹工作关系 哎呀美国这 他说那个房 有个房东跟我说 美国这就是 各顾各的 都是打工的 挣钱的 没人跟你搞关系的 没人跟你搞关系 跟国内的 天天搞什么关系 这边都是挣钱的 对不对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你是多么有钱 说很 跟他没什么关系 我们那 我那房东跟我 你就算是比尔盖斯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你钱也不给他 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你又是流浪汉 在那市中心的 来帮流浪汉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跟他有关系的 就工作 拉货 开车拉货 把这工作工作干好了 那就拿钱 每个月拿钱 拿工资 没了生活太简单了 美国的真的是生活太简单了 那一天 就不管你是什么人 除了你是特殊职业的 说什么 从事间谍活动 那每天生活 就丰富多彩 普通人真的是 生活太单调了 我就见他们的生活 我就感觉到 我们早上有的时候去跑步 我总看见到那一帮人在跑步 哎呀我说这 总看到那一帮 因为他生活太有规律了 他早上七八点钟出 出门跑步 跑跑步或者绿绿狗 吃个饭 又出去开车上班了 上了班之后到晚上呢 一般就送孩子嘛 先送完孩子上学 然后去上班 到下午三四点钟 从美国放学了 放学了 他就先去接孩子回家 然后买菜啊 什么的什么的 都有规律 然后回家做饭 给孩子吃完饭 还是赶快上上学啊 上床啊 睡觉啊 还有做游戏啊 基本上都这样 还有我在投资官里面 遇到的是三点钟以后 家长还去辅导这个学生 辅导学生啊 不 辅导孩子 家长啊 辅导辅导孩子 说是怎么读书啊 就写作业啊 怎么因为因为那两三点 美国这两三点 学校就放学了 小学放学了 放学了之后 父母吧 有的把他接了回家 有的接回家 就接回家 可能在家里面 做做游戏 辅导功课 有的呢 是直接把孩子 接到图书馆里面 啊 看看书啊 做做作业 每个人的生活 几乎都这样 都 他是很有规律的 美国的生活 很有规律的 而且很简单 我是感觉到了 他很简单 他规则太明明确了 就跟他开车了呢 开车你没看到 说什么插队啊 乱糟糟了 太简单了 美国太简洁了 他的规则明了 明确了 就规则都明确了 你该怎么玩怎么玩 你不要想搞什么 搞什么小 花点子 那没有 没有 你想搞什么业余活动 什么业间合作活动 就像中国的业生活 没有 能有啥业生活啊 这边啊 八九点钟 超市关门 这八九点钟 除了711 还有 还有叫麦当劳 别的都黑灯下火了 别的 别的都黑灯下火了 各忙各的 你说你有什么事情啊 找个朋友 各忙各的 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 都要打工挣钱了 对不对 美国这真的时间就有金钱 根本没空跟你跟你耗了 说跟你这天天耗半天 那半天人家能多挣多挣几十块钱了 我们这房东我看到这边 不光光是华人这样 整个至少我接触的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 因为我爸火了之后 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 不管是黑人 白人 黄人 大陆的 中国大陆的 台湾的 香港的 东南亚 什么 马来西亚的 什么 包括各州的 还有日本人 国外接触的 国外接触的 在这边啊 都这样 他生活太单调了 这家伙子太单调 他 什么时候起床 什么时候送孩子上学 然后上班 上完班之后呢 又下班了 又接还是回家 该做菜做菜 该做饭做饭 一家里面 家里面养两三个小孩 就这么弄呗 他的生活也都是有保障的嘛 有工作的话 各种医疗保险啊 车子的保险啊 至少我所了解的普通人的生活 很有规律 很有规律 不像中国那种 中国人的生活是叫 不具备可测性 叫不可测 中国今年能过得好 不知道明年过得怎么样 中国是这种的 说不定今年的工作呢 在这在这干了 明年可能就失业回家了 老婆离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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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